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鄉太廚房 今天分享這個湯水之前 可以數一數畫面的QR 曲 可以追蹤我的IG 看看我的生活日常 還有很多食肆的介紹給大家 今天要分享兩樣東西 一個湯和一個糖水 但材料是一樣的 就是南瓜兩飲 這個湯水又滋潤又養難 又潤輝止咳 一定要煮給你家人和你自己喝 畫面看到這幾樣食材 南瓜 南不恨 雪耳 紅棗 都是秋冬必食的食材 排骨湯的做法表和糖水都很容易 首先這個南不恨 我用了三碗的南不恨 和三份一碗的不恨 因為南不恨的功效 南不恨是比較大顆的 它就叫做甜恨 我們要把它浸軟了 一會兒去做恨汁 一會兒再跟大家說南不恨有什麼好 雪耳浸軟了 要切了下面硬的硬 如果你不切 口感又沒有那麼好 和煲湯有少少酸味 所以你浸軟了之後 就剪定就可以了 很容易很簡單 現在的雪耳有些 你買回來很容易浸軟了 你問清楚藥材譜 你想要爽口一點 還是軟身一點的雪耳 它就會幫你選擇了 有平民燕窩之稱的雪耳 究竟有什麼好呢 它吃了之後 可以令到你的大便沒有那麼乾燥 就可以舒緩便秘 有豐富的維生素C 可以幫助你的肝臟排毒 令到你的身體沒有那麼多毒素 還有雪耳有抗癌的功效 可以增強我們身體的免疫力 還有最重要是這個雪耳有養癌的功效 因為它有豐富的植物蛋白 還有天然的膠質 所以它對我們身體也很好 又可以增強免疫力 剛才畫面看到的紅棗 我買一些沒有核的 已經切片的紅棗就方便很多 紅棗可以補血氣 又對身體很有益 女性吃了面色又好些 男女老友都可以吃 但如果你說你是醋底的 那你夏天就不要加那麼多紅棗 畫面看到這個就是南瓜 為什麼呢 這個南瓜就是晚生節之前 和小幫手玩完之後 這個南瓜有什麼用呢 當然是用來煲湯和煲糖水 南瓜就給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局列為30種抗癌梳果之一 它不單是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還有排毒養癌的功效 南瓜其中含有大量的維生素 和果膠 你經常吃南瓜可以消除你體內的細菌毒素 和其他的有害物 還可以幫助消化 南瓜有很豐富的鐵質 如果吃素的朋友就知道了 如果要補血補鐵 就吃南瓜就最適合了 所以這個湯水可以放腰果 不放排骨都可以 如果素食的朋友 這個南瓜補血的功效 所以我們喝了這個湯和糖水 面色都會好些 畫面看到這個排骨頭 我之前買的時候已經沒有洗 直接用2湯匙的粗鹽醃 醃鹹6小時以上 就變成這個鹹豬骨 醃完之後我們要洗鹽分 之後拿去飛水 不需要擔心沒有味 醃了6小時 鹹味已經走進排骨頭裏 煲湯就會很好喝 你不需要點醬油 煲湯也很好喝 剛才把所有材料放進去煲 煲滾了之後 轉小火煲40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把這個浸軟了的南瓜痕 南瓜痕你首先浸之前要洗乾淨 因為現在浸完的水 我們拿回來 放進攪灌機攪爛它 對了 為什麼要浸這麼久 浸軟 攪灌機就沒有那麼傷 打出來就快一點 軟熟一點 你要加一點足夠的水分 一起打爛這個南瓜痕 然後放進魚袋 拿出來的汁 就變成了鹹汁 譬如你想做蛋白杏仁茶 做法都是一樣 蛋白杏仁露 就要加一點芡汁 蛋白杏仁茶就沒有那麼肥 如果你想健康一點 有糖尿病或者有新糖 可以南北杏鹹汁 加一些羅漢果糖 就變成了這個杏仁茶 很好喝 很滋潤 喝了又漂亮又健康 又潤肺止咳的功效 這個杏汁的做法 和之前煮的杏汁豬肺菜肝湯 都是這個杏汁 下次我遲些又會煮這個杏汁 菜肝豬肺湯 再拍一條新的影片 和大家介紹 將會 我現在煮了40分鐘 就拔起南瓜籽 不需要了 煮了40分鐘 它的功效已經出來了 我將雪耳和南瓜 將雪耳和南瓜 攪拌 因為我家裡兩個小朋友 不吃雪耳 一吃雪耳就想吐 所以我想了這個方法 攪拌 他們就吃不到雪耳的口感 因為小朋友可能不喜歡這些口感 所以我就攪拌 煮湯比較濃稠 又好喝 又可以避開了不喜歡吃雪耳 這個問題 說回南不幸有甚麼好 為何南幸要加多些 不幸就要加少些 南幸有甜幸之稱 它的功效有滋潤、補肺、潤肺、止咳的功效 但你記住 南幸是不可以和小米一起吃 因為你如果和小米一起煮 就會令你肚子肚子 有機會 看畫面 我攪拌爛了 之後就倒入煲湯 之後我稍後會拌一半出來 拌一半出來做甚麼呢 就做糖水 就加冰糖去做糖水 另一半就加一陣子 飛了一排骨頭 飛了水的排骨頭 放進煲湯 全部東西的材料 可以做一鍋糖水和一鍋湯 但要提一提大家 雪耳最好 不要放過夜 如果你煮了一鍋湯 最好那一晚吃完 否則像我煮這麼大鍋 我會將它放涼後 馬上放進盒子裡 然後放到冰箱裡儲存 不要浸著雪耳放過夜 放在雪櫃24小時內都還可以 不要放太久 如果是雪耳的話 說到南痕 不痕 為甚麼呢 不要放太多 因為不痕有稱為苦痕 細小粒就是不痕 大粒就是南痕 所以你去藥材店 你分開買就最好 但不能吃太多 因為不痕有少少毒性 如果你生吃一百粒 有機會致命 有文獻說 它的功效又很好 有止咳平喘 幹肺氣 止咳喘 功效 所以你怎樣都要加少少不痕 才有功效的煲湯 才可以止咳平喘 潤肺止咳的功效 這煲湯我加了排骨頭 煮了60分鐘 最後的時間 就放些杏汁 再煮多5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剛才的南不痕沒有煮過 所以你一定要將它煲起去大滾了 煲多幾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很快一個南瓜就煮到糖水和湯了 這個南瓜雪耳紅棗糖水 還有這個杏汁南瓜雪耳紅棗排骨湯 當然這個糖水如果你想加杏汁都很好喝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來這個秋冬都過得很滋潤 健康和開心 就這樣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